大家好 我是李萌扬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4号星期六 亚太时间是8月25号星期天 有消息表示 有18000名中共军队士兵已经集结 三个师的兵力准备进入俄罗斯参战 另外有消息证明 中共的部队已经抵达了俄罗斯 还有网友透露 早在一年多以前 中共就在全国招募重刑犯 训练之后组成赶死队前往俄乌战场 今天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留言和来信 另外也顺便回应一下大家的要求 在正式话题之前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直在使用的军事级别的加密技术的VPN Surfshark 很多朋友在问 在海外上网也要用VPN吗 其实无论在哪 只要上网 那我们的IP地址 浏览习惯 点击内容等等这些数据 就会被网络供应商获取 他们会把这些数据整理之后 卖给相关的企业 这在美国等很多国家都是合法行为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的个人信息 比如说银行的账户密码 身份证号码等等 这些都有被盗的可能了 特别是在使用公共WiFi的时候 个人信息就更容易泄露 所以我就经常向大家推荐 军事级别加密技术的VPN Surfshark 使用Surfshark VPN可以放心的使用公共WiFi 也不会泄露个人的信息 因为它隐藏了我们的真实IP 加密网络流量 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虚拟的网络身份 另外呢 假如遇到了意外 像我们的电子邮件 密码 信用卡等等 那些个人信息遭到泄露的时候 Surfshark也可以及时的向我们发出警告 Surfshark VPN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个账户可以无限分享 比如说像我吧 只有一个账户 那我们全家多台设备都在使用这个账户 已经几个月了 都觉得很好很安全 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XWKD 也就是新闻看点第一个字的字母 订阅两连计划 您就可以享受独家优惠 外加四个月的服务 习近平将要访问俄罗斯了 这个消息来得好快 俄新社今天引述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 10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将出席峰会 根据会议安排 金砖峰会将在10月22号到24号举行 也就是说习近平将在10月访问俄罗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期间习近平大概率会跟普京单独会谈 根据中共以往的做法 中共领导人的行程是不会早早公布的 通常都是在临近的某一个时间才会对外公布消息 主要就是出于安全考量 提前要是公布计划的话 担心会有安全风险 另外也担心提前公布了行程计划会引起过度炒作 但是这次中共是一反常态 早早就透露了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行程 这种外交策略一方面表明了中共并不在意美国等国际社会的警告 另外一方面更是在安抚俄罗斯 无论什么情况中共都会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昨天节目中根据各方的综合信息 特别是陆军司令李乔明带着军队的各个作战部门的人访问俄罗斯 有消息说与俄罗斯是细节对接 我们判断中共可能要向俄罗斯派兵了 习近平将反问俄罗斯这个消息 就可以确证这个判断 可是事实上 中共军队或者是中共的志愿军已经在俄罗斯了 有一段网络视频显示 有一座红色欧式建筑门前有一些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的外国士兵在走动 还有一些外国人的面孔也在走动 在靠近红色建筑的位置 很多背着背包的年轻人排着长队 按着指挥官的口令走进了红色建筑 指挥官的口令很清楚 喊的是中文 因此可以判断那些年轻人大概率是中国人 我不知道这个红色建筑是哪里 视频中的红色建筑底下是有一圈白色 我查了一下多张克里姆林宫的照片 发现克里姆林宫的底下也有那么一圈红色 因为不能看到视频中红色建筑的全貌 所以我不知道那座建筑究竟长什么样子 但是从拍到的这部分来判断 与克里姆林宫相似度很高 随后我又请曾经去过俄罗斯的朋友帮忙判断一下 朋友看过之后表示 视频中的红色建筑大概率是克里姆林宫 拍摄的地点是莫斯科红场 另外有大陆自媒体披露 凌晨三时许 赴俄红十字部队换东庄 进集战地救援启程 从截图中的文字来看 中共的红十字部队应该是前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州 另外还有网络截图显示 中共第一批原额部队已经就位 三个师1.8万人 公开资料显示 中共师级部队的编制 通常是5000到8000名兵员 根据不同的兵种和任务 这个兵员配置会有一些调整 所以三个师18000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 这些消息几乎都是同时出现 说明什么 三个师18000名兵力进入俄罗斯 这不表明中共部队正式公开参战了吗 昨天我还分析中共出兵俄罗斯三种可能的方式 一是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公开派兵 入俄与乌克兰军队作战 二是模仿毛泽东抗美援朝 悄悄的派兵抗乌援俄 三是攻击台湾 用唯唯救赵的方式替俄罗斯去解围 现在看来 我的这个判断已经滞后了 习总的动作真的很快 中共军队已经是到了莫斯科 以及俄乌战场一线了 而这些照片和视频大家清楚 它不是谁都可以派得到的 特别是凌晨三点这个时间 能够拍到中共红十字部队进入库尔斯克的人 大家想想 谁有这样的能力 谁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拍摄呢 除了中共官媒的记者 还有谁呢 也就是说 中共的这些警动几乎是公开的 并不是偷偷摸摸派兵进入俄罗斯 而根据大陆网友的透露 中共至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在做着相关的准备了 甚至已经派了赶死队前往了俄乌战场 昨天节目播出以后 有一位大陆网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邮件中表示 当初因为贴A4白纸海报遭到了抓捕 被关在看守所37天 同一监视的管理员是个重刑犯 他整天带着一副脚料 邮件中写道 听他说 中共政府要在全国招募重刑犯 经军事训练后输送给俄罗斯 而且让犯人们签署自愿书 由武警进行训练 他已经训练了一段时间 他对我说 有训练时 让我跟他一起出去 见见训练场景 根据我对中共看守所的了解 嫌疑人被带着脚料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惹得看守所警察 管教警察们生气了 比如嫌疑人在监视里面打人等等 这样的人可能会被带上一段时间脚料 用约束行动的方式 对嫌疑人进行惩戒 另外一种就是杀人犯 特别是被一审宣判了死刑的杀人犯 我当初因为修炼法轮功 第二次被抓进去之后 曾经被关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 我所在的那个监视里边 19个人当中 三个人是杀人嫌疑犯 其中两个已经被一审宣判死刑 当时是正在上诉期 这两个人从始至终 都被带着沉重的脚料 网友说那个重刑犯 整天带着脚料 根据这个情况来判断 我怀疑最大的可能就是杀人嫌疑犯 网友没有说明被关看守所的具体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白纸运动 是发生在2022年的11月底 由此可以推论 至少在一年多以前 中共已经在做着援助俄罗斯的相关工作了 已经在为俄罗斯训练特种兵了 赶死队雇佣军 大家知道 那些已经被判死刑 或者是可能已经被判死刑的人 如果要是走正常程序 那么他们可能就要被执行死刑 反正就是个死 但是如果被招募训练 并组成赶死队成为了雇佣兵 那比执行死刑不是划算的多吗 如果打胜了 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或许还能得到一笔钱 即使是死在了战场 反正也是个死 家属也可能会得到一笔钱 大家再进一步想一想 俄罗斯战场大量的死者当中 有不少是华人面孔 根据网络上的那些爆料 那些人会不会是中共输送过去的雇佣兵赶死队呢 会不会是中共监狱里边的那些死刑犯呢 大家觉得这样分析是不是合理呢 我觉得中国人的好日子 其实真的要到了 我希望中共能够这样继续加速 能够公开的加入到俄罗斯的战场 去跟乌克兰跟北约作战 no do no die 不作不死 这句话虽然是民间俚语 但是他反映的道理很深刻 中国古人不是讲吗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 就是说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 不论好与坏都是自己的行为的结果 一个国家是这样 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 甚至是到个人全都如此 没有人能逃得掉 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了 今天是周六 周末嘛 所以想多跟大家聊一些 所以呀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固定板块 来分享大家的来信和留言 在前天的节目中呢 我跟大家说了 会在今天说一说 红超辉和红千千这对妇女 这也是回应大家的留言 8月16号 因为纽约时报呢 发表了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文章 我当天的节目当中呢 第一次分享了 我本人被抓进天津市双口劳教所 遭受迫害的那些照片 我也提到了 我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 被中共的警察给打的耳朵失聪这个情况 关于这部分内容啊 我当天说的比较详细 这里呢 咱们就不重复了 不占用时间 有兴趣的朋友想看 可以翻看一下 我们夫妻的实力呢 都可以证明 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 但是有人表示说 纽约时报世界文明 还有一个人说 纽约时报受尊重度 及可信度 不知道高出几个 受法轮功资助的自媒体 几万倍 不要以黑共赚钱恶心 这个人呢 使用的是正体字 那我就全且当作这个人是生活在正常社会吧 也就是说他不像是拿了中共那0.2元人民币之后的泼脏水 但他一定是亲共的 所以我怀疑这个人的言论更像是出自于对法轮功的一种偏见 凭空捏造出来的 这种凭空捏造的说法 让人感到可笑又可悲 我想这个人呢 说的几个自媒体当中 心满看见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吧 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在我这个自媒体下边来留这样的言呢 大家知道再过两个月我做自媒体就已经满整整七年了 这七年当中我只有周日会休息 其余的一至六每天我都有更新节目 很多人都听说过大陆有996工作制这个说法 就是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 一周工作六天 这个996很辛苦 人累的不行 可是大家知道吗 996如果跟我们这些做时政自媒体的人相比 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大家只是看到了我们在镜头前面 坐在镜头前面大概有二三十分钟的样子 可是我们在背后工作的那个内容 大家是看不到的 而那部分是相当繁重时间相当长的 就我本人来说 我一天的工作是从找话题就开始了 先是浏览十几个网站和社交媒体网站 通常我是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网站 这个部分至少要耗费我四个小时左右 如果再加上查证一些资料的话 去核实讯息等等这些时间的话 这部分内容不低于六个小时 那接着就是要梳理这些 查找下来的资料的脉络 整理稿子 这部分的时间至少需要六个小时左右 仅这两部分时间 大家已经看就已经是12个小时了 整理稿子之后 还要录制剪辑上传网站 还有处理后台的工作等等等等 大家可以粗略的估算一下 这一天下来得多少个小时 我曾经问过文昭 李正 李大宇他们几位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聊天的时候问他们 是不是也像我这么工作繁重 都跟我一样 每天工作时长跟我都差不多 都得15 6个小时 所以我想请这位朋友想一想 每天工作15 6个小时 一周六天这样周而复始 假如中共给你钱 你愿意这么做吗 这种工作的强度 你能够坚持多久呢 中共在这方面 我们知道是非常舍得花钱的 可是有几个人是真心在为中共做事呢 这根本就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是我们这些人 都是在用自己的心在做这件事 我们都是遭受过中共迫害的人 知道中共很邪恶 想把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 帮助中国的朋友们 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教本质 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在做 心甘情愿的这么做 跟这位朋友想的那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再说纽约时报这个可信度的问题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在前面节目中就已经提到了 纽约时报每年都从中共那儿 拿数以万计美元的广告费 这是有据可查的 不是凭空捏到出来的 拿了中共大把的钱 纽约时报不得替中共干脏活吗 知名博主老灯先生 他得到国内的爆料 中共公安部命令下属部门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展开对神韵和法轮功的猛烈攻击 据老灯表示 中共公安部要求要向外国媒体分享 有关法轮功的诽谤信息 并操纵与法轮功相关的搜索引擎结果 爆料中老灯还表示 中共公安部已经下令激活海外广泛的特工网络 特别是美国 散布有关法轮功和神韵的谣言 挑起法轮功团体内部的分裂 并以其他方式从内部破坏法轮功序员创立的组织 这是老灯先生在第643期节目当中披露的信息 有兴趣的朋友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听听老灯怎么讲 也就是说纽约时报攻击神韵和法轮功 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统一行动 我估计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不知道法轮功是遭受中共迫害的 从1999年720开始 中共就像吃错了药一样 发了疯的镇压法轮功 到现在已经超过25年了 可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完全都是莫须有 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政治打压 这次纽约时报对神韵和法轮功的攻击 跟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是一模一样 中国媒体的人都知道报道消息 要尽量的客观公正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公正 但是要尽量的本着客观公正去做 不能偏听偏信 不能偏说偏言 所谓监听则明偏听则暗 所以采访的时候 要采信不同的声音 倾听不同的说法 把事实尽量的更多的呈现出来 真正的主流媒体大家去看一下 非常重视这一点 他们在听到看到一个消息之后 一定会请求相关方进行制评 我们做自媒体也是一样 得到一个消息之后 首先要查证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有没有相关佐证的资料 如果有的话会如实的呈现出来 如果没有佐证消息的话 或者是不能查核的消息 比如说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这个消息我不能独立查证 或者是无法得到核实等等 我会有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了 也正因为我这么说 所以有人表示 不能查证的消息 你还说为了黑而黑 其实这是一个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职业良心所在 在得不到证实的时候 也得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办法查证 我们可以试问一下 中共有多少黑幕消息 我们可以得到查证呢 因为得不到查证 得不到核实 那就不允许说了吗 所以这样说法的朋友 那只能表明 这些人不懂得新闻的表述 我们接着说 纽石的那篇文章 看过的人都知道 文章攻击的是 无非就是说 神韵孩子有的皮蹭破了 有的汗流多了 有的控制体重了 有的不让玩游戏了等等 不瞒大家 我这一个大老爷们 大家看了吗 我为了保证在镜头前面的形象 每天都在控制饮食 在控制体重 神韵的孩子们 可都是专业的舞蹈演员 他们能不控制体重吗 让一个胖子去跳舞 怎么可能呢 世界上哪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他不控制饮食 不控制体重呢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实验功 为了保证在舞台上的演出 不出任何问题 哪一个演员 在台下不是练得很苦呢 哪一个不是流了很多的汗呢 不付出辛苦怎么能行呢 练习中蹭破皮 那不是非常正常的事吗 大家看看美国的体操运动员 拜尔斯 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 带着伤病参加比赛 他练得苦不苦 累不累 还有被中共吹捧上天的 跳水运动员全红蝉 有记者在他得了冠军之后 问他累不累 全红蝉怎么说 回怼了记者一句 这话说的谁不累呀 可是这些常识性的问题 竟然在纽约时报记者那 在他们的眼中 都成了可以攻击 神韵和法轮功的工具了 究竟是这几名记者 无脑无理智 还是为了跟着中共走得更近 而存心疤坏呢 这不是非常清楚了吗 再看负责撰文的那三名纽时记者 其中有一个叫 Niko Hunt 这么一个女记者 中文名字叫 洪千千 这个洪千千 经常在纽约时报 发表亲共的文章 为什么呢 根据我们查证 核实的资料 这跟他父亲 红朝辉应该说有直接的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 出生在浙江定海的红朝辉 现在是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 同时他兼任着浙江大学 和江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也是北美朱可珍基金会董事 特别注意的是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红朝辉是中国欧美同学会 海外名誉理事 中国欧美同学会 这是隶属中共统战部的 八个单位之一 8月2号 就在前不久 浙江省欧美同学会 刚刚在杭州召开了 一届十一次会议 根据浙江统战的报道 会上传达了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和习近平给香港企业家的 回信内容等等 另外大家知道 像之前 被跳楼的那个华裔科学家张首胜 还有呢 现在已经投入到了中共怀抱的 飞回中国大陆的李飞飞等等吧 这些人 全都是欧美同学会的成员 在这个组织当中 那不乏中共的高级特务 大名鼎鼎的特务间谍等等 可以肯定的说 欧美同学会就是中共的特务统战组织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把话说的太满 不确定 欧美同学会里边的成员 是不是都是中共的间谍特务 但是可以这么说 在这个中共特务组织之内 所有的人都是在为中共做事的 红朝辉是这个中共特务组织的成员 而且是欧美同学会海外的名誉理事 因此可以确定他就是中共的人 目前他是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 但这意味着 他是在吃着美国的饭 砸着美国的锅 那天我就讲到了 被FBI抓捕的民运人士唐元军 我说他会很惨 其实这个人是比较可怜的 他投靠中共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这里咱们就不说了 我只是说这个人还是比较惨的 很值得同情和惋惜 但我相信这个红朝辉 如果要是被FBI查实了 是中共的特务的话 是中共的间谍的话 是吃着美国饭砸着美国的锅 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这个唐元军要惨得多得多 中国有句话 有其父必有其女 红朝辉是中共的人 那么作为他的女儿呢 红千千发表亲共的文章 杜撰攻击神韵和法轮功的文章 这就丝毫不奇怪了 他如果不这么去做的话 我才觉得奇怪 也就是说我估计这对妇女将来有可能一起入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都清楚 美国政府对待法轮功是非常友好的 一直对法轮功是呵护有加 前不久 美国的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美国参议院的版本正在酝酿当中 至于法轮功学员如何 FBI掌握的那是非常清楚的 如果要是有任何问题的话 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和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 他们是不可能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的 如果法轮功有问题的话 美国国会是不可能在5月13号 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当天 专门为法轮功升旗的 这些事实都是明摆着的 美国政府知道法轮功是好的 非常清楚中共在迫害法轮功 所以包括我在内 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了美国之后 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 大家也都看到了 美国政府这些年 对中共的打击力度是越来越大 在大规模的排查抓捕 在美国的那些中共特务和间谍 就在这个时候 红千千和纽约时报那两名记者 向法轮功泼脏水 抹黑攻击审运 这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平时找你还找不着呢 现在红千千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而且她还牵连出了她的父亲 所以我相信FBI绝不会放过她 当然也不会放过她的父亲红朝辉 因此我才说我们等着看 看看这对父女会不会一起被抓 前面就说了 no so no die 不作不死 这个部分就说到这了 下面还是跟大家分享大家的留言吧 昨天节目说到了 北京查身份证很严的事 有好几位朋友向我指证说 大跃城指的是西单大跃城 不是朝阳大跃城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给说成了是朝阳大跃城 所以就被这几位朋友给指证了 在这里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指证 我也非常的高兴欢迎大家 能够发现我的问题之后 及时的给我指出来 这样可以避免我一错再错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说到这个查身份证 有一位网民留言说 北京查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们天天危言耸听 唯恐天下不乱 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 没等我回复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在下面回帖 这么回的 随意查路人身份证叫正常 你这是高级黑吗 哈哈哈哈 其实我知道 上面说的这位朋友 留言的这位朋友 他不是高级黑 我也不是觉得真那么可笑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说 现在的中国人 已经被中共给巡化成努力了 中共无论怎么折腾 中国百姓都非常的顺从 这位网友的留言 恰恰就可以证明这个说法 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 中国人对中共的各种折腾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见怪不怪了 我不是瞧不起中国人 更不是辱骂 因为我本身就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的中国人 被中共弄得的确是 不知道正常人是如何生活了 不知道正常人是什么样子的 总是对中共的折腾逆来顺受 这不能说是中国人的错 这是中共太邪恶了 让人们长期没有尊严的活着 慢慢的就忘记了 正常人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才经常的跟大家说 一定要多看看海外的媒体消息 了解一下 看看国际社会上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那才是正常人的生活状态 那才是真正人的社会 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 20号的节目中 我谈到了陕西咸阳 死在出租屋里的那名33岁的女孩 根据出租屋主人在文章中的披露 那名女孩是北京211大学的毕业生 在出租屋内活活饿死了 女孩的原籍是宁夏 随后在21号的节目下面 有一位朋友就给我留言 表示 事件有了新的进展 希望我在节目中 澄清道歉一下 这位朋友这么写道 他表示 女孩考工名次并非第一 而是三次分别是130名 65名和26名 女孩有一个同胞弟弟就在西安 而且已经结了婚 如果是被活活饿死 女孩的弟弟是不是该负责人伦的第一责任 留言中还表示 女孩并非是北京211高校毕业 而是先是在北京陪离大学读大专 毕业之后自学专生本 考入北方工大 北方工大也不是211大学 另外据称 记者是实际走访了女孩的家乡 看着并不贫穷 他父母在当地收入算中等 给女儿最后寄去的1万元 也是自己的储蓄 未向别人借 这位朋友还表示 有些社会话题 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不忙急着渲染 做新闻的 信誉比立场更重要 CCP统治下的民生 的确是苦不堪言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对于低级谣言也不加任何真品 所以这位朋友就希望我 能够澄清道歉一下 对这位朋友的留言 我首先要声明一下 我不是说不可以道歉 如果我确实向大家 传递了不实的消息的话 我会澄清道歉的 刚才就因为我 昨天说的内容 大跃成的位置说错了 我不就已经向大家道歉了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这样做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 始终不出错 错了也没有关系 只要改了不就好吗 这都是很正常的 根据这位朋友留言中提到的内容 我是核查了一下 看看网络上有没有相关的内容 我发现的确 有一些大陆的自媒体 是跟这位朋友的帖子当中写的差不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仅仅就是大陆的自媒体在报 中共的官媒都没有关于这些内容的报道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那如果这些新进展是事实 为什么中共官媒不做澄清呢 假如当初在公众号 贞观发帖的作者十二项树 那篇文章是造谣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是被抓了 根据中共的规定造谣传谣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二项树那篇文章在删除之前 已经有几百万的阅读量了 那么大的阅读量 这意味着影响已经是相当大了 以这种影响程度 他应该被中共狠狠的处理才是 但是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既然有记者去了女孩的家乡调查 官媒为什么不做澄清报道 辟谣的事情中共可是清澈熟路 为什么这次不做呢 如果十二项树是造谣传谣 为什么他没有被抓的消息呢 这些问题如何解释呢 我想我这样这几个问题抛出来 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 我还是说如果我真的是错了的话 我会向大家道歉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位朋友的来信 这位朋友是希望我帮忙给中华民国高层带信 这是很搞笑的一件事 其实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人 我不认识中华民国高层 确切的说我认识他们 他们不认识我 其实我倒是真的很希望他们也能够认识我 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真的是成了名人了 跟大家开个玩笑 既然这位朋友有这个委托 我就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他这封信的大概内容 信中表示 当今国际局势复杂 前路漫漫需要每位中华儿女砥砺前行 先总理中山先生和无数智士前辈呕心沥血 前仆后继再到乾坤建立中华 信中写道 中俄至签订 尼不处条约以后 秋叶海棠为我中华疆土之行 不想狼子野心杀鹅 屡屡背弃蒙曰 略我将土土我民众 累累罪行庆祝难输 如今俄罗斯获罪苍天 联军东征伐之 兵败如山倒 陷入战争泥潭 亡国之祸就在眼前 机会就在眼前 稍动即逝 信中表示 如果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提出 恢复故土振兴中华出兵北上 百姓定会单时胡将以迎王师 稍微解释一下吧 很多人可能以为 中国的地形图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个像鸡一样的形状 其实这是被江泽民出卖的大片国土之后变成的样子 在中共篡政之前 中华民国的地形土 就像是一片秋海棠的叶子形状 所以这位网友才说这句话 秋叶海棠为我中华疆土之行 关于江泽民出卖国土的内容 我以前在节目中多次提到过 今天因为时间太长了 我就不再跟大家啰嗦了 大家如果想了解这部分内容 可以使用江泽民卖国作为关键字 或者是也可以用秋叶海棠加江泽民卖国作为关键字 在Google上进行搜索 会跳出来很多内容 这位朋友这个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已经惹祸上身了 希望中华民国 就是希望这个当今的台湾中华民国执政者 赖总统 萧副总统 能够挥师北上收复江土 当然也包括收复大陆了 这位朋友是传递的这么一个信息 我把这封信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传递给中华民国的执政者 赖总统 萧副总统 希望你们能够听到中国大陆民众的声音 能够挥师北上 中国的民众会单时呼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今天的节目太长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咱们周一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